从初夏到初秋 音乐园计划就这么水灵灵的手关了 一开始呢 参加这一节目就是抱着学习 更交流的现在来了 小小的 用传一件音乐圈 结果没想到就根本停不下来啊 唱歌音乐这件事真的特别的过瘾 来这节目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很多 优秀的歌手和音乐人也跟他们成为了朋友 每次音乐舞台都是在反复尝试吧 然后反复打磨 反复打磨下呈现出来的 这个每次这么棒的舞台 我觉得音乐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的 就是首先感谢各位音乐人老师 每一次交谈都是音乐灵魂的碰撞 也让我甚至感受到原创音乐的魅力 真的它有着无限的创造力跟生命力 这段勇闯音乐圈的这个 装冰山 音乐园计划之旅真的很给劲 下次还来 还来 还来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原创音乐 支持音乐园计划 支持江苏卫视 爱奇艺 希望我们每个热血的夏天 美好的夏天 又让个夏天 都能见面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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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